我宁愿在家裡跟小孩玩 因為小孩比較好玩 陀宗康企業店面慈父 扮黑臉會心痛 你既然要結婚 你就選擇是一個快樂的結婚生活 結了就沒有離婚這兩個字 昔日日沒聽老闆有夜店王子之稱的陀宗康 為了家庭退隱江湖 我當初決定結婚的時候 我就告訴 有天晚上我就在那邊自己思考 陀宗康現在有兩條路 一條路我就繼續過這樣子 就是 好 陀宗的夜店老闆 單身漢 OK的 每天這樣很快樂 不過這樣日子 還有一個你要不要變成家的人 他其實結婚也蠻好的 好吧 那決定結婚 就不要回頭了 然後他一懷孕 我也跟我的夜店的夥伴們講 我說那我要請產假 然後慢慢慢慢的 然後小孩又生出來了 那更不去啦 我又覺得說 我寧願在家跟小孩玩 我已經懶得晚上出去了 因為小孩比較好玩 那我就跟夜店人講 我說沒關係啊 我就不做賣掉 從此就變成兒子奴啦 也完全辦不了黑臉 我對小孩很… 很溫柔 那我就不喜歡我的兒子 將來看到我的第一個反應是 爆來 我希望我兒子看我 爆來勒 是這樣的情緒 我試過一次罵我兒子 好像他是玩剪刀還是玩刀的 其實我是緊張嘛 我就罵他 我就可以做這個 幹什麼東西 然後 罵完之後我就很難過 他就嚇了 哭啊 他還哭我就哇好難過 然後我就去陽台 我剛才就出去了 那幹嘛 我沒有啊 那你在難過什麼 我說沒有啊 我剛剛 怎麼會罵他這樣 然後他還在那邊笑 你在教他啊 你神經病啊 你在難過什麼 所以我就不太喜歡這個 感覺 對於同樣是愛兒子的孫鵬 小康哥更能感同身受 但是我覺得他有 因為心情的方面影響很大 我當時早上起來知道這個事 我第一個就是以父親的身分 去想他的例子 然後我就好難過 我們沒有資格去批評任何 或者給任何意見 可是單純站在一個做父母親的立場 我覺得他受的最難 希望這個是趕快 就好